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看 寡人在境中见不到自己 为何连向太傅你 你告诉寡人 寡人是否就快死了 向太傅能知过去未来 一定知道 是否有人要对寡人不利 是不是 你冷静一点 你将寡人冷静 如今寡人在境中 看不见自己如何冷静 还有 竟然向太傅也是如此 一定是凶赵 一定是 启奏大王 李太使有急事求见 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快些 李宗盛 李宗参见大王 向太傅 李宗 急着见寡人 到底所为何事 大王 大事不妙 发生什么事 大王 吕不韦借吕氏春秋一书 早于民间挑起怨愤 没想到此古哀风 更早已带到朝廷之内 你这话是何意 大王今早未有早朝 吕不韦一党竟议论纷纷 暗示大王 难当国君大任 更甚者 于私下酝酿令选贤能 亦欲其而代之 大哥 敬礼真的看不见你的样貌 干爹 为何会如此 这种事情真是闻所未闻 一时之间 我也无法推敲原因何在 只不过 今日早上 我曾见过 一种异象 什么异象 今早 韩社内外所有蛇虫鼠蚁 大有居家搬迁的情形出现 干爹 难道大自然之中 将会有大事发生 大凡蛇虫鼠蚁 都有一种 欲之祸福之能 所以搬家就是表示 天地有变 根据我 依星象推算 以及古籍中所有之记载 不出三日之内 必有扫主星出现 那就糟了 相传每当有扫主星出现 就必定会有大灾难降临 扫主星在我们那年代 叫哈雷彗星 每隔一百几十年 就会出现一次 是一种很普遍的天文现象而已 可是这颗扫主星 早不出现晚不出现 偏偏就在大哥于镜中 影像消失的时候出现 我怕 如今我最怕的 就是吕不韦利用此机会 进一步攻击大王 若是如此 当真不妙 邹老先生 你放心 大哥说过 历史注定 吕不韦最终还是失败 我就不相信 他有能力 能够改变历史 我想强调再说一遍 你这次的任务 只是回去见证秦王 嬴政登基的历史时刻 其间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 因为你在古代 每做一件事 都很有可能 改变历史 如果万一真的改变了历史 会怎么样 那就不得了了 你要知道 你跟我 存在这个空间的因素 就是历史 如果历史改变了 你说会怎么样 就是说 在这个空间 所有的东西 都会消失 你说得对 我懂了 你们想想 如果吕不韦真做了大王 你看 吕不韦还会不会 留着大王的命呢 以吕不韦的奸行 我怕他会斩草除根 免留后患 不错 所以只要大王 有什么三长两短 历史将会有所改变 少龙 依你所言 若是历史改变 言则你不能留在此事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哥在镜中之影像 所以会消失 是一个预兆了 不错 那我就不懂了 大哥说历史有机会改变 所以你镜中的影像 才会消失 为何大王在镜中的影像 也同时消失呢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嬴政之所以成为大王 乃是少龙一手造成 也因为这个缘故 少龙和大王之间 并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如今这个因出现了问题 那么果自然会受到影响了 若是大王的地位不保 那大哥岂不是很危险了 既然威胁来自李不韦 我就先现手为将杀了李不韦 好 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李不韦又不是公然造反 如果我们贸贸然卷入其中 岂不是给他机会对大王不利吗 难道我们坐以待毙 你放心 李不韦用尽心 击把吕氏春秋搬出来 肯定会有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看清楚 再动手也不晚 少龙 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有事的 大王 天外飞时实属凶兆 万万不可轻视 古言有云 飞时俱将灾祸将临 大王 此事大大不及啊 这什么军事 这什么军事 众卿将 可否静一静 听寡人一言 天外飞时虽数罕见 但是也未必表示 会有灾祸降临 众卿家在此胡乱一策 未免一笑大方 大王 此言差矣 天外飞时乃是天谴之相 寓意是直指人均 大王不可不防 敢问吕相爷 你又如何得知 此意象的寓意 是直指人均呢 本相对易卦之学 稍有涉猎 昨日天外飞时之相 出现之后 下臣就为了此相 而补一卦 结果补了个天地匹卦 李相爷 请问何谓天地匹卦 本相才疏学浅 恐方会屈己卦相 李太师乃宝学之事 想必熟读易经六十四卦 请问李太师 此卦有何寓意 李四 此卦到底是何寓意 你不妨直言 是大王 天地匹卦 乃易经六十四卦之 第十二卦 卦此有云 匹之匪人 不立君子贞 大王小来 李太师 此话何解 回太后 天地匹卦 乃象征天尊地卑 外扬内阴 正所谓 天地不交 万物不通 无以为邦 李四 你可否说得 简单直接一些 李四对易卦之相 实在一知半解 请大王恕罪 李太师不是不会说 而是不敢说 既然吕丞相 如此感言 本宫愿闻其详 吕丞相 只管说出来 给大家听听 大王请恕下臣直言 天地匹卦 钱卦在上 本来是代表君主 高高在上 这可惜 坤卦在下 乾坤相隔 一直是这个异国之君 再不受臣民所拥担 吕丞相 你胆敢口出狂言 难道想以下犯上不成 此乃卦象所指 下臣只是一书直说 大王不妨问李太师 看下臣是否胡言乱语 李四 此语当真 请大王恕罪 看来李太师还是不敢说 因为此卦寓意是为人君者 若是民心便应该退位让贤 李不为你好大胆 你竟敢叫大王退位 李正相未免太口不择言了 向我大秦历代君王 皆世代相传 从未听闻过什么退位让贤之事 难道陆宫忘记了 古之遥顺皆有善让美德 为诗人所称颂 大王应该效法圣贤 顺应天机 为秦国臣民积德 否则必遭天谴 那倒未必 大王 天地匹挂之最后一摇 是有匹吉太来化贤为夷之意 事情未必如吕相爷说的 如此凶险 所谓匹吉太来 是指大王若能退位让贤 方能避过此劫 启咒大王 向太傅于殿外求见 向太傅 快宣 是 这么夸张 不说还真不知道 向太傅见多识广 不知对此事有何见解呢 没见解 我认为现在最好 就是大王带领所有群臣 去看看这块天外飞石 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不到从天上竟然会掉下一块如此巨大的石头 当真不可思议 以邹老先生之见 此块天外飞石 到底有何玄机呢 别到啊 好 你过来看看 大王 你看这几条裂痕 大王 你看这几条裂痕 邹老先生 这块飞石到底有何玄机 大家看清楚石上面那几个字 正文之君 受命于天 简直是莫名其妙 何谓正文之君呢 根本就没有意思 盟将军所言差矣 正文之君正文二字 何起来责为正字 正字 正文之君这句 所指的就是大王 这次玄机乃上天授予大王为当今真命天子 原来这块天外飞石 根本就是大吉之招 大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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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万岁万万岁 大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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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有此理 想不到本乡信鸿那么多年 及数败人之力 编写成这文吕石春秋 扬扬数十万字 居然比不上一块烂石头上的极各字 以卑职看来 这块所谓天外飞石 上面所写下的课文 必定是项少龙 叫人一先刻上去 他分明是想假借这个所谓天机 为嬴政造势保驾 哼 本乡一新一辈 可利用这块天外飞石 大造文章 如今竟然让向少龙有机可乘 来一招余子之谋公子之盾 向少龙本想跟你势不两立 容儿 爹 过来 你又想去哪里 没有啊 女儿预备到仪式殿去打点一下 容儿 你不要再用仪式殿做掩护 你以为爹不知道吗 今日你经常和金郡见面 就算是 这有何大不了 有何大不了 你明知道爹和向少龙是死对头 你竟然私下偷偷跟他的人来往 女儿和金大哥一向都是光明正大 从来没有偷偷摸摸 更何况 金大哥是金大哥 向少龙是向少龙 根本就不能扯在一起说 混账 爹现在警告你 你可以是爹爹尚可容忍 若是以后 让爹知道你继续跟他的人来往 爹就不客气 如今女儿有说去见金 她吗 女儿只是 想到仪式殿去嘛 好啊 若是爹你这么不喜欢 女儿立刻结束那家仪式殿 一辈子留在家中 任何人都不见了 你 相爷 请息怒 大小姐已经这么大了 她应该有分寸的 你好自为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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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你那位好大哥想出来的诡计了 大哥这么做 无非也是想帮助大王 你这是承认你们在那块天外飞食上面动过手脚了 你大哥还真狡猾 那你爹呢 你爹也派人搞小动作 找人编了本什么吕氏春秋 根本就是想借他在朝中发动言论 要逼大王善位 那你爹不是更狡猾 若是有一天 你大哥跟我爹当真并融相见 你到底会帮哪一个 你要我怎么样啊 那个是我大哥 那个还是我爹呢 你是不是要我跟你也反不成仇啊 我 你答不出来是吧 好 等你答得出之后 你再来找我吧 娘柔 你不要再追啊 否则你以后再也不要找我 好了 终于在镜子里看见大哥的样貌 我先前不知道多担心 你会突然间在我眼前消失 那现在你不用担心了 老夫一直以为天地万物 与阴阳五行之众相生相渴 想不到连人之命运也一样 就像少龙你与大王两人之间的性命 互相牵连 确实不可思议啊 当初我以为找盘儿来顶替嬴政 是想快点回到二十一世纪 没想到居然会弄成这样 难道这就叫天意弄人 如今只知希望少龙和大王 从今以后能够平安无事 那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大哥 糟了 什么事 我刚才在集市里听到 赵国德西大王跟吕不韦不和 趁机派请大将李牧 率领赵国大军押近了 大王 你要我带兵出征 不错 寡人曾经就此事跟李斯商议国 李斯分析得大有道理 长期以来 都是由吕不韦执掌全国兵权 而朝中如蒙奥等大将 都是他的党羽 此次正好是寡人 从吕不韦手中 都会兵权的大好时机 大王 我根本就不懂打仗 你还是另外找一个 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吧 如今在寡人身边 最信任的人 只有向台傅和李斯两人 李斯乃是文士出身 手无腹肌之力 难道向台傅 要寡人派李斯带兵出征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大王 向台傅不要带推辞了 只要向台傅战胜而回 不只替寡人立下大功 更可以趁机助寡人夺回兵权 大王 要是打胜仗没话说 万一打输了在寡人眼里 绝不可能有失败两个字 难道向台傅竟然忘记 你跟寡人的命运 是互相牵连吗 只有寡人稳坐大王之位 寡人跟向台傅 才能够得到真真正正的 安枕无忧 那吕伯伟呢 要是吕伯伟知道大王派我出征的话 他一定会大力反对 寡人乃是一国之君 如今再加上 有太后于背后支持 寡人旧不信 斗不过吕伯伟 那赵国的主帅李牧呢 他跟大王的关系可是 向台傅你好好记住 李牧这是当日赵盘的干爷爷 如今寡人是大秦的君王 根本与此人毫无关系 有道是沙场之上无负责 如今两军交战 那岂有情义可言 即使他日 要寡人亲自手刃此人 也绝不手软 大王当真有一命 向少龙领军 是 依相爷之见 大王会不会 借这次出战赵军之机 成事夺回兵权呢 本乡早就料到大王有此一招 不过可惜 似乎他还没有这个实力 如今秦国兵马大权 根本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任命何人带兵出征 只怕轮不到他自行决定 相爷贵为辅政大臣 又是大王的重负 相爷大可提出 由卑职领军 那就不怕大王有机可乘啊 你绝对不宜领军 本相要你留在咸阳 你令大王有所顾忌 苏文你麾下的王俭 骄勇善战 屡立其功 本相有意推荐由他挂帅 王俭宫中体国杀敌拼搏 相信他会不负所托 战胜而归 倒是相爷执掌的兵权 自然是更加固若金汤了 什么 你想本宫向大王举剑 由你出任主帅 不错 我要借此机会迎战赵国大军 别人听到要出征 走壁都唯恐不及 你居然主动提出 要带兵迎战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太后的将来打算 太后你想想 若是我这次出征立功而回 得到大王重用 我们再不必未进屡不围 不行 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钱 我根本不想要什么大权 我只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太后对我的心意 我也岂会不知 只不过做人处事 都应该高瞻远瞩 不应该只顾眼前 若是我们真的没办法握有实权 那就只会一辈子都偷偷摸摸 我真的不想委屈太后 更加不想就此过一生 太后 你到底明白吗 本宫当然明白了 可是 为了劝保我们 过开心快活的日子 就算赴汤蹈火 我也在所不辞 本宫不是不想帮你 可是 就算我在大王面前举荐你 只怕吕不韦 也未必赞同 这个太后大可放心 只要太后肯在大王面前推荐 我自然有信心 能够夺得率业 禀大王 据边防探子回报 赵国李牧正率领十万大军 逼犯秦境 意图进犯罪程 情况不妙 下臣以为 我等应派遣大军 潜赴罪程增援 以防赵军大举入侵 寡人正有此意 寡人属意任命向少龙为主帅 亲自领军迎战 此事万万不可 向少龙入侵以来 只是出任太副之职 从无调兵前将之经验 以下臣之见 应以蒙傲麾下大将王俭 挂帅出征 王俭 大王 本侯有意亲自领军出战 长信侯剑术非凡 永不可挡 实属大将之才 以其出任主帅 必能大败赵军 立功而回 长信侯跟向太傅一样 虽然精通剑术 可惜欠缺行军作战经验 以其领军 试问岂能服众 即时以王俭领军 也未必一定胜券在握 万一战败 又当如何 大王 战事迫在眉睫 只派主帅之事 实在不易拖延 如今 不能就此三位人选 做出定案 不如依照大秦传统 命此三人于教场比武 以定率因谁数 大王 怒功所提 不失唯一良策 以比武胜出者挂帅 必能服众有力领军 好 那么就由向少龙 王俭 以及烙矮三人 明早于教场之上 变个高下 退朝 少龙 你真的打算去抢帅印回来 你以为我想去抢 大王要我去 这有何分别啊 结果都一样 少龙 你知不知道我先夫当年 就是因为这样随大军出征 一去不回啊 我不要你重蹈覆辙 别这样 率因就不止我一个人去抢 还有落碍 大不了明天我跟他比试的时候 故意输给他 那我就不用出征了 可是你抢不到率因 如何和大王交代 我就说 说我既不如人 到时候我真的会打输嘛 相信大王不会怪我的 你不会欺骗我吧 我怎么会欺骗你呢 我又不懂打仗 难道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我已经想好了 等这件事情过了之后 我会向大王辞职 之后呢带你到处去玩一玩 带你去买买衣服 染染头发 你换个发型吧 你现在头上就像用铁条 支着晒挂面 都不知道像什么 那要去何处做 去 去日本啊 去米兰 威尼斯好吧 威尼斯是什么什么地方啊 威尼斯呢是一个城市 它是在水上面的 进进出出呢都要坐船 其实这个世界很大 有这个亚洲啊 欧洲啊还有美洲 亚洲欧洲美洲 哎呀说了你也不懂 我跟他吐豹子似的 我跟他吐豹子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他吐豹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他吐豹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外 你醒了 现在是何时辰 现在是饮食啊 糟了 你没事吧 为何我全是没理解 为何会如此 不如你歇着吧 不要去比武了 我知道原因 昨晚你一直拉着我陪你喝酒 你一定在酒里下了毒 是不是 老外 你叫我看 本宫如此做 无非是不忍心看见你冒生命危险 带兵出征啊 你知不知道我等今天等这个日子等了多久 你居然怀我大事 你就当为了我 我真的不能够没有你 万一你有何不测 你叫我如何是好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很需要你在我身边 你只顾你自己 你有没有理会过我的感受 老外 老外 奴婢谁敢问死 请侯爷说罪 太后你没事吧 太后 太后 太后你没事吧 来 由于长信后深染疾病 退出此次比武 现有项少龙与王简一轿高下 争夺率印 此次正好是寡人 从吕布围首中 夺回兵权的大好时机 大王 我根本就不懂打仗 我看你还是另外找一个 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吧 难道向台傅竟然忘记 你跟寡人的命运 是互相牵连的 大王 完了 赛车我还可以 但是骑马跟他打 那我输定了 向台傅 你准备好了没有 王剑局 不论今天战果如何 希望大家点到即止 不要伤了和气 向台傅果然是君子 你可以放心 我王剑虽然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但是形势总算光明磊落 公私分明 好 请 好 请 好 准备了 向太傅果然身手不凡 王剑女 幸亏你让我 要不然我输定了 谢谢 向太傅 你武艺稀奇变化多端 王剑输得心服口服 无论如何 凡是比武 均以胜负为凭 如今既然是向少龙 既胜一筹 寡人又册封向少龙 为护国上将军 统领三军 刻日赶赴安逸 镇守罪城 痛击赵军 是 大王 王剑 你说 何以竟然会败 在向少龙手上 末将自问既不如人 实在是有负向爷厚望 你错了 你并非既不如人 而是不能够知己知彼 若是你再马上比武 以你的棋术 向少龙根本不是你的敌手 你偏偏却在地上 跟向少龙比拼 简直是自取其辱 叫场比武 不比杀场杀敌 首要的是讲求公平竞技 若要末将使诈 未免有点胜之不武 混账 就是你这句胜之不武 你这帅印落在向少龙的手里 坏了本乡的大事 末将实在有点不懂 这次之所以比武争夺率印 主要是想选出一个志勇双权 何时人选来领军出征 至于谁胜谁负武 似乎并不很重要 王杰印 相爷 请息怒 王杰 还不跟相爷请罪 末将知罪 相爷 如今率印既然已经落在 向少龙手里 看来我们也 王杰 这里没你的事 下去吧 末将就先行退下 寡人真不明白 相将军何以对王杰如此重视 大王 你有所不知 大王将来能否一统天下 王杰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 只不够 王杰乃是蒙傲的副将 换言之 也就是吕不韦的人 隐贤也许是 不过这次他比武输给我 照我看 吕不韦应该会把他打入冷宫 要是大王能够借此机会 招揽他的话 我肯定王杰将来 一定会誓死效忠 败君之将不足言勇 王杰竟然此次于教场之上 败于相将军 此人只怕 大王 老实说 这次我能够打赢 靠的全是运气 要是真在沙场上 面对千军万马 我根本就比不上王杰将军 大王 相将军所言甚是 依李斯所知 王杰乃是一个 不可多得之军事人才 所谓此消彼长 若是能将此人纳为己用 相对吕不韦的势力 也会削弱不少 你二人所言 都颇有道理 启奏大王 王将军已经在宫外等候 快宣 臣王杰叩见大王 免礼 谢大王 大王 不知召见夏臣入宫 有何吩咐 王杰 由于相将军极力举荐 寡人决定任命你为副将 随同相将军 大军出征 大王 夏臣竟然是 相将军的手下败将 敢问何德何能 有幸追随相将军出征呢 王将军太客气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除了鲸鱼骑马和射箭之外 沙场上作战 也一样很有经验 要是这次 能够得到王将军协助的话 相信打退赵军的机会 一定会大大提升 相将军 竟然向大王推荐一名手下败将 兄弟之广阔 是在令王俭深感佩服 王将军太客气了 好 要王将军如此人才 实乃我大秦之福 对了 相将军 将军带领先头部队赶赴赴罪城 协助城内军队死守不出 以牵制赵军主力 然后由王俭将军带领原兵演制 与赵军全力攻城一刻 实行礼应外合 如此 必定能将赵军置之死地 李太师果然妙计 若由相将军亲自领兵死守最成 赵军一定以为我军指手不攻 以李牧的个性 他一定会亲近全力攻城 如此一来 他的后防便会疏于防范 若是与此时出其不意 前后加攻 必定能大败赵军 果然是妙计 相将军 事不宜迟 寡人命你明日立即出发 率领大军赶赴罪城 是 大王 少龙 今早叫场比武 结果是落矮 还是王俭曲的帅姨 落矮今天病了 所以没有来 那岂不是便宜了王俭 不过也不相干 最要紧的是少龙 不必带兵出征 少龙 你不是答应带我去威尼斯吗 我为了这个旅程 准备了东西 你过来 我准备带这盆茶花去 若是气候水土合适的话 我便会把它移植 希望把它重链整个欧洲 你说是不是一件美事 清清 我怕 我知道你怕什么 你怕这盆茶花 因为路途遥远 还未到欧洲就已经凋谢了 不过不要紧的 我准备了一条 蚕丝编制而成的手帕 希望呢 带它到欧洲 让欧洲人见识一下 中土的蚕丝编织技术 你说好不好 好 但是 恐怕我们这次去不成了 为何 难道 因为老爷突然间病了 所以大王一定要我抢这个帅印 不能让这个帅印 落在吕不韦的手里 所以你就打赢王姐 取得帅印 被大王册封为大将军 要带兵出征了 秦卿 我也不想 我是迫不得已的 为何 为何又是如此 难道这就是我的宿命 我先夫是如此 少龙你也是如此 就知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保住性命 回来见你 秦卿 为何 为何连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我不要你答应我什么 你只要答应我 不要带兵出征 向大王请辞 那怎么行呢 不行 都是我不好 是我使你为难 秦卿 庆儿 庆儿 我都说了叫他走啊 你闭门不纳 向少龙从天亮等到天黑 终于等不下去了 刚刚走了 干爹虽然精通天文地理 但是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 真是无能为力 我是写学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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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